食品牌供應鏈馬上跟她說 把我的護照給你 趕快幫我加入 來 給我一個掌聲 謝謝我自己的選擇 然後今天可以在這裡跟凱莉的家人一起見面 那今天非常開心 今天除了感謝自己人來到這裡之外呢 我們也歡迎我們後面有幾位 我們的鑽石等級的總裁來到我們當中 有我們的Kindle鑽石 有我們的宇軒鑽石 還有我們的宣誠鑽石 我們熱烈的早晴歡迎他們 我們放輕鬆一點來 雖然我不會跳原住民的舞 但是我也是蠻會唱歌的 改天再唱給大家聽 那我覺得呢 人的一生就像一個故事一樣 怎麼樣今天你收到一個簡訊 或者是看到一個朋友的訊息 然後走來了這裡 這每一個每一秒每一分鐘 相信都觸動我們的生命 那我也就在這樣的路上 我其實在前平台就非常有幸就認識 後面的三位的鑽石 那在我們今天我們既然有幸運對不對 而且今天禮拜五那個艷陽高潮 我們就會讓自己熱起來之外 我們也要吸取鑽石的能量這樣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先從男生開始 因為男生是比較粗用對不對 粗用就給我們帶來這個無比的鑽石的好消息 我們來聽聽看 你們今天走出去 絕對要告訴那些沒有來的人怎麼樣 你沒有來你就大錯都有錯了 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用最熱情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冰狗賽行 謝謝各位 我們自己走開一點開心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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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的可以打開 對 沒有錯 因為這樣 你們都不會認識我 因為你們把口罩帶給拿下來 因為平常不是很醜的話 戴上口罩永遠不會認識 是 拿下口罩是為了讓你們認識我 那我住在板橋 那我叫林景冰 那人家都教我 因為我今年67歲 所以大家都會叫冰狗冰狗 所以無形中 做了美商都要一個英文名字嘛 所以很簡單就變成冰狗 因為我第一次到做美商去外國考察的時候 我剛好第一個點是在美國的拉斯維加 拉斯維加斯那個時候一來 樓下我們住樓上 那樓下全部都是那種草 那第一次接受挑戰就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剛好戒毒 所以很認識的在做 所以一開始延伸總是有怎麼樣 我做了植物行銷 其實我賺很多錢 但是難免有破口 像王永慶講的賺一塊不是一塊 純一塊才是一塊 是不是 是 那我從開始 開始做美商以後 我就完全把我的以前的 不對的錢戶都戒掉了 那開始進 這樣以後就不會沒有錢 因為你跟那個所謂的出口 已經把它停掉了以後 你這個全部都是進口 它 不然都抬了 為自己要賺 以前都買賓宿買別墅 你還要賓建別墅 然後那個所謂的賓宿讓人家開 但是 以後你把那個不好的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 譬如說你不會選擇 那你為什麼不會選擇 以我的一個經驗理念 就告訴你 可以跟這家公司講一下 第一 不會選擇 不斷選擇 不堅持選擇 這個就是最大的秘密 所以我很多朋友 為什麼不成功 其實我一路來 四十幾年來 我做過大概五六幾號 傳銷公司 但是我幾乎很少失敗 幾乎不賺錢 沒有人家不賺錢 但是賺錢 重點是你家不會比財 也是一個破口 所以我後面的各位就是說 要先了解自己的話 比較不容易 看清自己很不容易 他看不到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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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常常嚴重沒有辦法看清自己 所以當我發現自己的缺點的時候 把缺點改掉 那就變成我的優點 所以我覺得說我也優秀啊 基本上我不抽菸不喝酒 有沒有很優秀 有 生活中成功的男人 對不對 好難難看 所有不連時間都沒有 現在我一個朋友在那邊講 可能今天有的是時間 他說今年經濟下 2021年的時候 他跟你們分享 他說 出口飄足拐炸片 他說十項錢 你在練五專 他練七八專 他說 你看看 2021年 現在是2021年 2021年 2021年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他賭也戒掉了 吃 喝起來 習慣一點 戒掉了 然後拐炸片 一項銀行街 我說那你也了不起 可是最後一項 沒有改 我說那可以被允許的 可以被允許 只要一聲給他 他說 有在講 有在講 沒有在做 那可能 所有都沒有在搞 這個只是 跟他是一個玩笑 但是重點是 這個是詩詞 我總該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我現在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教你 凱莉 好不好 好 這才是重點 前身 我在前身也是 跟新愛是 一個公司 那是我前身 然後我想說 那個 那一家 我做了 一年 大概 我也很容易在做 我花了一年 三個月的時間 才上總裁 那 總裁基本上就是 一萬美金起票 那 我在凱莉 三個月就 一萬美金起票 快不快 快 同樣是美商 但是不同樣的平台 結果是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 分享就是說 我如果看見凱莉 這樣會比較貼切 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也難得其實 我也難得上台 跟人家分享 因為我從來不上台的 因為可能以前 已經講了四十億元 以前已經講太久了 不過 我前運來 我也不當講師 我是第一期的講師信 然後現在 目前那邊的講師 第一期的都是 賺好多 好多個億 一來一去 那我們不講 但重點是 我那是第一期 但是我也沒有考講師 所以我沒有上台講 就是分享的一個機會 然後你看來這邊 我第二場 剛才那一邊 我才剛好是因為 我幫你過去那邊 才做了一個 簡單幾句話的分享 聽說這邊時間比較多 然後我怕我講下來 一講這個事情 沒有完沒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就比較沒有做準備 我就講 我為什麼看見凱莉 這樣來 今天大家會比較直接 講過去都沒有用 過去就過去了 現在講未來 未來為什麼凱莉 我看見什麼 凱莉第一點就是說 我所有經營各 主族行銷裡面 不是什麼商 以前我們做的時候 你知道 我從台家開始做 台家是多少 比安利還要早 那比安利還要早 是四十幾年 那四十幾年 你看 我從來沒有做過一家公司 以前你 我問做什麼商 除了我前平台以外 其實你住住商 美商 什麼韓商 什麼手 全部都是台商 因為都沒有 所有都沒有 它不是說 整個住住民在一起 沒有 他們認台灣 就是台灣的業績 你在國外 是國外分開的業績 它沒有一條線 沒有一個主廚網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個 所謂變商的時代 等於說 所有的線都是國際的 所以一群村 所以現在整個大環境 完全都不一樣了 所以不能用以前的概念來 經營現在的主族行銷 那 我看到什麼 就是我接觸了所有的主族行銷裡面 因為我從什麼 日商 什麼商頓 都做過 所以我太了解 那 這個情況就是說 第一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它產品 我本來三年前就退休了 但是為什麼 會重出江湖 第一個 也就是要感謝我的介紹人 李涵 來 我們感謝他一下 很好 其實他 沒有叫我做 因為我跟他媽媽 是以前我們通辭 我們同一起善總裁的 所以跟他媽媽 跟我就感情不錯 每次我去台中高就說 冰果我們去吃飯 你看 要請人就是這樣 吃點嘴軟 你看 現在要回歸 上次沒有辦法機會 真的好好給他回歸 現在要回歸他 女兒身上 然後他最主要是 我們的三傳他是沒有叫做 他只是說 因為我年紀關係比較好 我認識很多業界的老一輩的 他就拜託我 他台灣還沒有從進 最主要他切少這個從進 讓我介紹一下 我想想 我也在吃產品 因為雖然退休了 我也要健康啊 對不對 你沒有健康 你看 同樣又有幾歲 結果一樣的 身體假如不是很好的 就要稍微檢討一下 對不對 對 那同樣的道理 那我也要健康了 因為健康 我一起來是每個業 都有安排是國外的理由 但疫情以後 很糟糕 就不能再出國了 沒有再出國怎麼辦 剛好以漢來講說這個產品 比我那個產品還棒 我只在吃我沒在做 他就講說 他那個比我這個還要好 我說真的是假的 就這樣一頭摘下去了 然後開始去分享 那因為 其實 我們的三傳 他今天為三傳 不是沒有演義 因為我以前演比較多嘛 對不對 我認識的人比他多 但是他比我努力 他請跑 所以我介紹給你 他們給我舞蹈上鑽石 那我就鑽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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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簡單 簡單二要 從 假設來了 你繼續 繼續 繼續 最主要是說 因為 我看到就是說 這家公司 它不一樣 全部都是產品 前產品就是PDR 我從來沒有做過一家公司 前產品的PDR 我正在不曉得什麼叫PDR 那 第一次我就非常覺得非常清楚 我說 哇這個東西這麼好 還有PDR 然後 美國演裝進步 所有都是美國演裝進步 還有歐維碼 還有所有的 以前我從來沒有碰過美商 只有產品 有這麼強的一個產品 產銷一條龍 然後 一條線可以上罐子 所以如果我的 我這個 要退休的人 都退不了去完 它這麼簡單 就會上鑽石 為什麼不要 那假如說 我上了鑽石以後 還有鑽石 五分紅 還有每隔夜 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你哪怕去 環遊世界 都沒有壓力 對不對 你現在重點是 我們做主日行銷 也沒有賺到說 真的是幾個億 可以讓你 退休以後 那我不曉得 我能活到幾歲 聽說 每天吃下去 活到一百五十歲 萬一我活到一百五十歲 怎麼辦 我怕萬一 我怕一萬一 還萬一我活到那麼久 錢不夠花 我一路沒有準備 我準備九十八歲 往後五十二年 我不曉得怎麼活 那再做不行 真的現在還能動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我看到這個 關鍵 所以 還能動的時候 就順便 等於說 也能這樣幫助很多朋友 因為現在發現 現在坊間有很多 做了很多家公司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很多項目 但是 真正成功也沒有幾個 其實 其實啊 我常常這樣講 其實我看過太多公司 太多公司 但是 其實很多部分 你什麼商 可能啊 你可能是 是站在一個大祠坦 好大好大的祠坦 它是有邊 有邊 但是 台藝它是一個 無邊的大海 所以 它雖然是無邊的大海 但是 但是 它是我們所有 一現在 所有 現在目前在故古明臺 在游左的這些人 它是一個靠岸的機會 它是所有 Leader或是 一個真正的愛用組 還是真正的愛用組 的每一個 不辦的身上 它是可以讓你靠岸的 懂我的意思嗎 懂 所以 簡單皆喜 台藝是我們 永遠的靠岸 好不好 好 以上是我的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可以吸收到 Bingo老師 這麼多年 真的 可以講幾十年的 組織營銷的經驗 我們再一次給他 掌聲 掌聲 掌聲快點 第一位 好 那第一位 只有一位過不過癮 有一就有二嘛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這位 也是我非常敬愛的老師 因為他從 彰化嗎 還是雲林 OK 這個我對那邊不是太熟悉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他就來到這裡呢 說說一下他的 成功的故事 然後我們有請 掌聲熱烈一點 歡迎我們的 宇軒鑽石 媽媽啦 沒關係 哇 謝謝 謝謝我們的 優秀的信賴主持人 那我們 台北的夥伴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那我是來自彰化園領 我姓蕭 我叫宇軒 那會接觸凱莉 哇真是要感謝我生命中的貴人 那就是我們的宣誠三團 借助各位的掌聲來 謝謝 大家 人家說好 真的是很有緣分 前平臺 我常在想 前平臺是她媽媽來介紹我 這個平臺 凱莉平臺 是她女兒來找我 你看 這是丁世人的 運氣 延續到這一輩子 那其實一開始 宇軒來跟我分享這個平臺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第二句話 我就是簡單的相信 你也好姐妹就是這樣子 那從開始一相信之後 踏出了第一步 其實因為制度我們 我們都知道嘛 付不付看制度 所以一開始 我們就是去找我的一個好友 就是我們的一個 吳校長來評估制度完之後 我們就真的就是這樣子 全力以赴 從3月23號她接觸到這個訊息 隔天早上 那個晚上她睡不著覺之後 隔天早上 第一個人分享的就是我 所以就這樣子 我們找校長評估完制度之後 那就開始 我們認真的去聽公司所有的事體 那其實我覺得凱蒂給我最大的受益 就是讓我的老公 就是身體恢復了健康 因為她是癌症的異事情 那因為聽完產品視頻之後 我讓她一開始 就是讓她體驗我們的早然益生菌 因為她吃標靶 那標靶的後援症就是 她真的是沒辦法很正常的去上廁所 她每天都要是醫生開的那個電器 她才可以上廁所 那沒有想到 我一天讓她吃三包的 我們的多況免疫調節精采 就是我們的早然醫生去 居然第四天早上 她可以自己有感覺便宜想要去上網廁所 我覺得說熱產品 真的真的是有可以造福很多人 那沒想到7月份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PQQ清漆片上市之後 更是不得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吃標靶的人 她那個手腳甲勾炎會很嚴重 而且嘴角都會潰瘍 那吃前平台的產品 還是沒有辦法讓它改善 那沒想到 因為吃我們的清漆片之後 整個手腳的那個甲勾炎 整個都完全的改善 其實你看到產品這麼的棒 你怎麼可能不去分享呢 所以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這疫情這麼嚴重的一個時候 每個人都在找機會 其實我很慶幸 我可以在這裡遇到這麼一個 強大的一個實力背景的公司 這麼一個獨特的產品 還有這麼一個超人性化的獎益制度 因為我們的210獎益制度 真的是前所未見 前平台我努力了十幾年 我上不了鑽石 沒想到在這裡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四個多月的時間 我上了一新鑽 所以我們都知道 印證了一句話 選擇比努力重要 選擇不對努力白費 你看在這裡 各位今天你進來的夥伴 你們真的是跟我一樣 很有福氣 人家說真的 找對了趨勢 朱正在封口都會飛 所以真的 真的在這裡 只要各位 你願意 就是去 人家說成功要 要有三大條件 就是你要趕上趨勢 要找對平台 還要抓住機會 各位今天露寶山 不要空手回 等一下很認真很認真的 聽完我們的轟路老師 保護我們今天的產品 制度講完之後 我保證你們會 稅部長家 好好的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那 2022年 宇軒在這裡 祝福各位 在互年都能夠行大運 祝福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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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宇軒鑽石的分享 那 哇 這裡的人真的是 真的要抱場了嗎 而且以後椅子 要那個拍多一點 然後這些桌子可能 以後都要撤掉了 那我們 我們真正2022年才剛開始 就有這樣的局面 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在凱莉 最閃亮的一位鑽石 先給自己掌聲好嗎 太興奮了 真的想到那種鑽石的感覺 我都興奮起來了 因為我們剛才 一開場就兩位鑽石 對嗎 那緊接著下來呢 我們今天也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也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什麼叫跟隊人 我在還沒有進入主 執行交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叫跟隊人 因為呢 心愛的脾氣跟個性 以前不是太好 自我 驕傲 然後呢 不喜歡聽別人 講他的成功故事 可是當我發現呢 跟隊了一個人呢 跟著跟著 有人這樣吵叫我 我覺得 在這八九年的時間裡面 我真的 慢慢感覺到 那個跟隊人的爽進啊 就是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感覺就是 認識你真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掌聲 獻給我的貴人 陳鴻如老師來組獎 好嗎 給我們心愛老師一個最熱情的掌聲 好 各位 親愛的企業家們 大家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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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搭起來 好運跟著來 欸怎麼只有一個 精神搭起來 好運跟著來 好運跟著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最新的商機 而且可以翻轉你未來的生命 更可以翻轉你全家的命運 這是我在台地看到的一個商機 所以呢 今天我的slogan上面有人寫得很清楚 天然屬於你的2022 現在是跨越的年代對不對 既然是跨越的年代 我希望人人都能夠透過一個選擇 而決定你未來的命運 你三年後想要過什麼樣好的生活 就是從你現在的決定 對不對 認同嗎 認同 認同就給自己一個最熱情掌聲 好 好 我叫陳鴻如 我來自中立 我來自中立 那看得出來我像身上來的小孩嗎 其實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常頻繁的家庭 我的生平呢也很簡單 只經營過兩個工作 一個在保險業 那我在保險業呢經營15年的時間 這回應好大可以嗎 可以 那第二個就是前平台 我在前平台8年的時間 那這8年的時間 跟加上我在保險業的時間 在業務生活裡面 已經創造 就是已經經營20幾年的時間 那在前平台我簡單相信 翻轉我的生命價值 所以前平台的故事 大家也都聽過了 我就不說了 我簡而要的是 在去年的5月份 我認識了凱莉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也改變了我的想法 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甚至也改變了我身邊周遭好朋友的 最直接的就是我妹妹 一個家庭主婦的成長 好 既然要給人我們生命的價值 要跨越 從去年 不管你滿不滿意過去的生活 從你今天的決定 就可以改變你未來的生活 想不想改變 想 所以跟你朋友的 跟你旁邊的朋友說 你今天來對了 今天來對地方了 好 在這邊我要感謝我們的米軒鑽石 以及我們的冰哥鑽石 他們都是我前平台的老師 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所以過去他們幫助我很多 好 接下來我們再講 趨勢跟商機 趨勢帶來很大的商機 你選的行業跟趨勢有沒有接軌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它既然帶來很大的商機 人人就能夠在趨勢裡面找到你要的財富 所以你還在找一個適合你的產業嗎 適合你的公司嗎 今天既然我們來對地方 我們就要什麼 就要好好的來評估 那決定你成功的 至關關鍵的重要人物 就有兩種 一個就是你家人的支持 第二個就是合作夥伴 認同嗎 因為我在過去的產業裡面 我都是找人合作 才改變我的生命價值 我說我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 我不是很平凡的家庭 我是在貧窮的家庭裡面 生活長大的一個原住民 但是呢 如何改變自己的未來的命運 其實跟自己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既然我能夠實現我的夢想 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也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 所以合作夥伴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叫世界行銷之神亞伯拉罕 他說過 他說如果要什麼 廢去他全身的武功 唯一讓他留下的工具就是 與人合作 所以很多成功的人 找五個人 兩個人跟你合作 找對夥伴 就能夠翻轉你未來的命運 就能夠讓你實現你的夢想 所以真的很開心 包括我們都知道 這個人非常非常的聰明 他是誰 艾伊斯坦 他在24世紀說 只要能夠什麼 他說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告訴我們 一顆原子是產生不了任何的作用 但兩顆原子互相撞擊的時候 他就能夠產生十萬 十三萬黃色炸鴉的威力 所以呢 找到兩個跟你能夠撞擊的人 這樣好不好 好 就可以產生什麼 原子彈的威力 原子彈的威力 尤其在我們凱利的平台裡面 人人都可以找到 可以跟你一起撞擊的威力 讓我們在這邊實現夢想 這是我最 這個透過一日 我昨天感驗著把它做出來的 所以呢 未來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重不重要 選擇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擁有一個被動收入 人人都想要 可是你做到了嗎 錢平台我真正有享受到 我今天睡覺起床 電腦打開 錢就從天空跳下來 那是我們過去的努力 第二個就是 你想不想擁有全球的市場 讓別人你在睡覺的時候 幫你賺錢 好不好 有喔 以目前來講 我們三賺的市場做到八個國家 那天我們帶他去嘉義坎坎克斯的時候 他還在車上做視訊會議 跟國外的 leader 做會議 那我問了一下他 他说他目前的市場 已經做到八個國家 那八個國家裡面有 八種人種為他賺錢 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那麼我自己 目前有五個國家的市場 也擁有巨大的能量 要產生撞擊 然後讓我的生命翻轉 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 拥有被动的收入 拥有全球市场 真的就可以抗赚 那电商平台 是现在人人都在 都想要经营的一个生意 你想要透过一只手机马上创业 因为手机就是你的什么门面 系统就是你的加盟总部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平台 就是符合现在的趋势 能够带来更大巨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我们有五大优势让你来选择 我们在选择一个平台 不外乎就是公司产品制度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跟市场不一样 一定要能够优于市场 但是公司的文化 以及最佳的时机点 是人人不可或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如果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大家要不要抢破头来进来 跟我们参与合作 一定要 所以我就针对这五项 跟大家说明今天美商凯利之所以 能够引爆全球 它是横空出世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那我们公司叫凯利环球 美国洛杉矶总部在这边 看上去有没有壮观 非常的壮观 我们美国的伙伴亲眼见证 亲眼参与 甚至于跟我们的创办人 面对面的什么 面对面的一个坐下来 深谈了解整个公司的创办人的人品 那公司在台湾 我们深圳台湾 我们还是讲台湾 台湾在2021年的10月19号 正式落地拿到牌 那即将要开幕 我们的时机点棒不棒 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要不要掌握这一波 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 真的要好好的来一起评估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 我们美商环球 就是凯利环球这家公司的 实力背景有多强大 因为我们要做大做稳做久 甚至我们要在这边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财富自由 三大时间自由 甚至你的健康自由 这样三大自由 我想选择一个平台真的很重要 实力背景要非常的坚强 这是我们Cannery的一个什么门面 那刚刚有看到我们的公司的这个 从空中空拍下来的一个实景 凯利公司总面积15万平方尺 4000平以上 我们的仓储有这么大 所以它在美国是实力相当 背景相当雄厚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的母公司 富一这家公司 某公司富一 是美国 综合实力排行榜 前五大的一个保健厂家 他帮很多的公司代工研发生产制造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他合作 帮不帮 帮 并且李嘉诚是拿2500万跟他合作 我们经营凯利 不需要拿2500万美元来跟他合作 我们只要消费一套产品 你就可以跟富一这家公司发生关系 跟他发生关系绝对对你有帮助 除了健康可以得到以外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能够实现 我们在这边的财富自由 好这是公司的实力 并且我们拥有SOD跟MM原物料的工厂 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跟实验室 从产品的研发 原料的生产 产品加工成品 终端销售一条楼的服务 并且节省所有的成本 回馈给所有80%的消费者 这是我为什么今天选择 凯利的主要关键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就是 我们有非常顶尖的产品 并且它是革命性的一个产品 我们目前推出的每一款产品 还款精品 但是今天我要教大家赚钱 因为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大家是认同吗 所以产品的部分 我可能不会讲太多细节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产品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优化 每三排例的产品是健康始于细胞 所有的健康都跟你的细胞有关系 认同吗 所以我们所有系列的产品 它除了可以做到细胞修复 细胞代谢 并且还可以做到细胞的调控 那我们现在有五大天王的产品 有脑力剑 这一款产品脑力剑 然后我们有 这个 藻蓝益生菌多矿免疫系统 再来我们还有PQQ这款产品 而且我们有MMN加SOD 也有单方的MMN的产品 以及现在我们市场最夯 缺货的这款纸弹琴 刚刚说过我们是什么 我们自己是原料大产 所以这里面所有系列的产品 都有一只产 一个原料叫SOD 那SOD我们都知道 它是超强的抗氧化剂 可以让我们怀孕我们细胞的功能 所以人人在使用SOD的时候 都可以显得非常的年轻 大家要知道吗 所以其实我自己养生是在 2009年我得了一场病 叫肺腺肿瘤 那我是因为这场病 才踏进这个大健康产业 那我有两年的时间 都是在有机店消费 那我消费的金额也非常的惊人 但是没有让我获得任何的财富 所以在12年的时候 透过网络认识我前平台的公司 当时候只有一款产品叫白铃鲁存 就能够在市场横跨 营业非常的高 而且在这一个白铃鲁存的市场里面 我自己大概也赚尽千万的财富在那里 所以抓住机会 有没有全力以赴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梦想 那是有数据的 有数据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细胞照顾好 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健康 其实不是我输了算 我们要有数据对不对 那我们工厂有18项 今天我看到简讯 我们又多了一项的国际认证 总共有19项的国际认证做背书 今天不管你吃什么样的产品 其实就是要吃安全有效对不对 一定要安全 这是第一个法官 第二个一定要有什么有效 今天有不管你吃什么样的产品 由数据来帮我们背书好不好 因为我在保险公司我是看数据的 我在这里我也是看数据 数据越多认证越多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安全有效的保障 并且我们有拿到18项的 这个国际权位认证 每一项认证都不是用钱买的 就能够买得到 那我们有几项国际认证 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刚刚我们的BINGER专时有讲到 PDR认证 PDR认证要上 要上这个认证 我们吴老师常常讲 是非常的严格 而且要做到非常多的一个测试跟双盲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公司的努力 那我们如数我们有六款产品 应该是七支产品 目前这支可能还在审当中有六支产品 全部进入到PDR 那你只要上网打PDR 我官网 你打Kellering 上面打Kellering 我们所有的产品全部进去 如果你打MMN 现在大家都在打MMN的市场 现在MMN已经是红海了 但是全世界只有七支产品进入到PDR 而我们公司有两款产品进入到PDR 有什么 单方的MMN6000 以及SOD加MMN 这两款都进入到PDR 给我们公司产品的最热情 掌声好 好 所以我们每一款吃的产品 款款精品 而且它的精纯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是进入到美国医生要点 必须参考的书 所以我们今天当做是一个消费者的话 请问一下我们自己会不会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安心 好 那接下来其实这是第二个优势 就是以产品面来讲 能够进入到19个国际认证 以及能够进入到PDR认证 我自己个人就非常的安心 使用国公司任何一款产品 那我自己也有很好的见证 我现在55岁 白头发本来长得非常快 现在长得比较慢 还有一点就是头发越来越多 头发越深越多 指甲越来越厚 想要弄断都好难 断于前指甲 指甲是水指甲 当然还有体力 我刚刚是从别的场子 用感的飞奔过来 差一点没有喘气成功 我刚刚从戏子这样赶赶赶赶 赶不来 来到这边 好 第二个 第一个公司实力背景 第二个产品 独特性 革命性 而且款款精品 第三点 就是我们的奖励制度 对不对 那我刚刚讲 只要跟富一跟Kellery合作 非常简单 只要消费一套 你就可以跟他有关系 那我们的消费呢 加盟很简单 499 1099 2399 以及2999 你就可以跟公司连结 你就是公司的股东 可以参与消费分红的资格 这样好不好 参与消费分红 即便你只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 你都有机会跟公司参与和分红 成为他的消费股东 这样好不好 非常棒 好 那我们再来讲奖金的制度 我们公司有个非常棒 人性化的一个奖励制度 叫做012奖励制度 有没有写错字 有写错字 那个记错了 奖励制度 好 第一个012 0就是 我今天没有跟朋友分享 有没有福利 有 我刚刚有讲 参与消费分红的福利 所以我今天您推荐 一样有钱赚 一就是我单轨一样赚大钱 二可以领到公司最大的获利 所以在这边可以上巅峰 所以我们在座都是80%的消费者 认同吗 市场80%都是消费者 为什么我把这个0放在第一格 是因为老板就是要照顾80%的消费者 让人人都有机会在这边 透过消费改变你的生活 消费就可以让你赚钱 老板的心意就是把节省下来的所有成本 回馈给所有80%市场所有的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福心 所以我们只要消费就可以参与利润的分配 所以我们公司有八大奖金 八大奖金叫八大金刚 今天如果你是零都没有推荐 你可以领取零售奖金 推荐奖金跟举证福利奖 其实举证福利奖 基本上就是一个消费福利的奖金 那我们是用排队领钱 好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果想要分享给朋友 这个叫做您推荐叫消费者 这个叫做分享者 分享者 在这边你只要分享两个好朋友 一样可以让你赚钱赚到小兮兮 赚钱赚到小兮兮 因为我们要跨越2020年 可以领到分销奖金 拓展奖金 管理奖金 以及全球分红跟零售推荐跟举证 七项奖金 可是在市场里面 有能力的经营者 我来到这边 同时可以发展两个市场 有能力的人 我开一条组织 没能力 我自己自认为 我自己开不出两条市场 我可以领取七项的奖金 好有能力的经营者 开双轨 哇业绩真的就是 天天天天都可以领钱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市场里面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如何从哪里赚取你最大的获利 好 012的一个特色 八项奖金 八大金刚 有零售推荐举证 分销拓展管理全球奖金 以及对碰奖金 业绩奖金 八项奖金 那在我们凯利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 这个文化也是我个人最喜欢 就是长期主义平衡 共生 还有12个字叫 我们关爱 我们分享 我们帮助 可是当初我为什么不选择凯利的主要原因 就是公司的文化 公司要长期主义平衡 共生 人人都可为要达到双赢的效果 其实我们要健康平衡 财富平衡 人际关系要平衡 达到共好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自己看到公司的slogan 我很开心 选对公司 选对公司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文化 相信关怀 关心 分享跟帮助的力量 我们凯利呢 自身为榜样 所以我们的老板就是以这八个字为主轴 这是他的一个企业精神 跟企业理念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有意义的一个 有意义跟有价值的一个未来 所以跟随我们老板棒不棒 棒 不管我刚刚是没有介绍到林博士跟Steve 因为我们很多的课程都已经讲到我们公司的背景 公司的背景 好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对这赚钱好不好 好 那刚刚又讲到我们八项奖金 可是呢 如果你要快速倍增 关键的技巧在于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就能够快速倍增你的收入 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用超高比例的推荐奖金 大量推荐快速回本 大量推荐快速回本 自然而然你的组织就会倍增 组织就会壮大起来 这是第一个条件 好 第二个就是建立稳定的重销客户群 因为我们有一个举证福利奖对不对 举证福利奖最高我如果是纯消费可以领到2000块 2000块对一个没有推荐任何一个人可以领到2000块 每金一个月有五万六千块的台币收入这样报不报 纯消费都可以领到这么多钱 那如果不小心昨天我一个新朋友说不小心忍不住想要讲跟朋友讲不小心 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合格的经销商 所以建立我们的重销客户群在凯利的平台人人赚千万 因为我们可以领到16乘2的N次方 所以领取我们只要有稳定的消费组织 其实我们领到的奖金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再来第三个阶段就是紧紧跟随团队 我们有没有线上的课程 有没有线下的课程 有 我们有线上线下的课程进入团队系统学习 自然而然你的组织自然就倍增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组织倍增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在这里刚刚有讲到四种选择加盟凯利的条件对不对 所以按照自己的现在的状况 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很多口袋不够深 但是我们都能够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 我不会想过大家一定要买最高的套餐 但是2999的套餐是里面最便宜 是我们平民不买的 因为他折扣直接享受7.5折 7.5折 在配合公司每一次的活动跟优惠 我们可以打到5.5折的折扣 大家想不想要了解 想要了解就深入的留下来评估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2999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直接享受7.5折的优惠条件 并且他拥有12个月的免从销 今天你选择一个套餐进来 12个月都不需要跟公司消费 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 就是找人合作 刚刚不是说了吗 找到两个人撞击就会没完没了 对不对 就能够翻天覆地的把市场做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12个月换取未来千万收入的机会 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套餐 我们的积分跟TV都写在上面 并且以台币来讲的话是大概8万3千多 甚至费率更低一点的时候是8万2千多 这个是当下的汇率 好选择这一套的举手 这些人拍下来都是我重点辅导的对象 因为我要用12个月的时间 让大家都能够赚取百万千万的收入 刚刚有举手 刚刚举手要拍下来 好 接下来就要开始赚钱 我们都是选择2999 然后赚千万的赚金 第一个我们有12个月免从销 就可以开始排队领钱对不对 对 好 开始排队领钱 因为取证福利奖就是 谁先帐位 谁赚 谁就开始领取3块3块3块 不等的奖金 第二个完成 两个身边有没有两个好朋友 有 有没有最想最想最想帮助的两个好朋友 如果没有你现在要开始 尤其是我的家人还面临经济健康 甚至于时间都没有 时间都没有自由的状况之下 把这些人的名单全部什么 把它列出来 我们要全力的帮助他好不好 找到两个跟你一起合作这个事业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完成两个 你就是公司合格的品牌合作商 好 可以领取更高的奖金 更高的奖金 好 接下来达成新级董事 晋升公司的任何一个平坚 不需要考核业绩 不需要考核碰局 人数到了就让你晋升 这样好不好 有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想快就快 想慢 想要慢慢来 可不可以 都可以 按照你的table往前走 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因为我们要来这边就是要开开心心 对不对 好 所以达成懂事位阶 想不想你 无限带 无限带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 所以刚刚我们的三传 待会要跟我们分享 他光是2%就可以有百万的收入 光是2%就可以 他说的我没有夸大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没有夸大 2%差 就可以赚百万收入 好 百万收入 所以要不要赶快晋升 要赶快晋升 好 每个月的收入就会快速的倍增成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进来就是12个月 每个人进来就是12个月 然后我们重点辅导 然后快速倍增 然后呢 如果做一个生意 你手边都没有东西 你出门 你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给别人 这样我们做生意就比较什么 就会有一点点的阻碍 如果你跟朋友分享 他说那不错 我先下单 有没有东西借我下 然后我东西再还你 有没有这种人 因为有的人拿了钱出来 他要马上感觉一下 产品好不好嘛 所以这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备货充足的一个资格 所以这种转让我们的市场发展可以更顺畅 更顺畅 因为我们每一品全部都是美国原状进口 直接到你家对不对 不是叫大家囤货 因为2999也没有很多 我自己吃都来不及 你跟我借最多半个月 半个月要还我 为什么你的货到要还我我也要吃 好 复制最轻松 你不用去管每个月别人的从销 一个月 一年后他如果有举证 他想不做都很难 他想不做 他不想做都很难 所以效果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们今天跟凯莉加谋要用至尊讨仓 至尊厂仓 好 我们介绍一个人很简单 500块美金 直接现金给你 相当于台币1万4 介绍两个有多少 2万8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要来这边就是要做一个付倦倍增的一个动作 既然我们要来这边赚钱 我们要带大家人大家每一个人上钻石 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上钻石 要不要快速违本 要 好 快速违本很简单 推荐六个人快速违本 有没有违本 有 我介绍六个人都是2999 公司给你什么 多少钱 1万4 这个我来不及改对不起 一个1万4 6个就是8万4 那8万4你们回本 还不包含可以领取他的奖金 不包含 我来不及改 所以呢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复制贴上分享倍增 配合这次公司的新春活动 知道公司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的推荐奖金加倍送 推荐奖金加倍送知道吗 好 很简单 这个知道 然后怀本怎么回本 找六个人就可以回本 好 找六个人回本 你就有将近10万以上的收入 因为配合公司送给你的这个新春推荐奖金 好 怎么给呢 如果透过公司这次的活动 你推荐奖金 你推荐一个人是五百块 推荐奖金一千人以上 以下是20%以上是多少 30%以上 30% 所以三千块以下是40% 四千块以下是50% 四千块以上就是60% 举例啦 今天我得到三千块美金的推荐奖金 请问我几%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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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钱 一千五 所以呢 你推荐六个人 公司加码送一千五百块美金的收入 这样帮不帮 使拿四千五百块 有没有诱因 哪一个行业 你分享 分享的时候 马上拿这么高的奖金收入 这个波比非常非常的高 不包含分销奖金 也不包含我们的无限代拓展奖金 单单推荐奖金就超过20%以上 太厉害了 所以呢 利用这么短的时间 就是剩下的时间到月底过年前 想过个好年 就大量的推荐 我们的伙伴正在充60% 额外的奖金 所以呢 在座的每一个家人 如果在这个生意里面 你真的看懂之后 大量的去推荐 不要设定六个人而已 不要设定六个人 这个时候 当你完成的时候 请问组织会不会倍增 一定会倍增 所以呢 你现在如果想要找到 你的核心干部 找到六个跟你合作的人 在这个凯利的平台 你这样没完没了 不管你是走单轨 双轨 但是不要领轨就好了 不要一个都不推荐 这个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 同工不同酬 今天我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一个朋友分享 既然是这么大的生意 全球的市场 可以让你赚千万 你要赚50块 499的推荐奖金 50块 还是要赚500块的推荐奖金 花一样的时间 同工不同酬 所以我鼓励大家 如果要把凯利的事业做好 一定要很专业 那今天如果你是新人 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除了原来我们公司给你的赠品 跟你捐以外 额外再赠送产品给你 所以在这个月购买产品的任何一个人 都有利 买的人有赚 分享的人也赚现金 买的人赚什么 赚产品 分享的人赚现金 这样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滚动起来 在过年前 我们来让自己多一个红包好不好 一起来赚红包 所以呢 我们只有有限量 大家要加紧缴付有限量 5000份 卖完都没有了 所以呢 我们到月底之前 一定要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好 海力环球呢 它是一个跨境电商的声音 所以讲的是5G的事业 5G就是比的是什么 速度 你的速度越快 越能够快速上钻石 我在这里 我不是最快 因为我只差一步上钻石 但是这一步呢 要不要更努力 我其实一直跟随我们的雨萱老师 还有我们的三转 雨涵老师 他走到哪 我就走到了 我相信跟着跟着 不会 没有会跟也会 也要会跟着 所以呢 我就紧紧连着我们的钻石了 我就一定会上钻石 一定会上钻石 所以呢 心灵受比的是速度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抓住机会 努力拼搏 人人都能够在凯利的平台里面 实现自己的梦想 虽然成功没有秘诀啦 这个是谁 这是比尔盖茨 他说他只要跟一千两百个人分享 但是呢 只要有几个人留下 九百个人认同 三百个人加入 八十五个人在职 只有几个人坐 三十五个人 全力以赴 其实我们在这边 只要找几个人 找到两个人 真正的年 合力其心的往前走 自然而然 我们滚动 就可以上钻石 再来 全球跨境电商的平台 凯利 正在东南亚 不是全球 因为全世界 目前三分之二的业绩 在哪里 在台湾 在台湾 全世界只有十五个钻 台湾占几个钻 十个钻 所以呢 最有经验的还是在台湾 我们台湾人 引领全球的市场 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们正要引爆 正要开始 所以呢 在这里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的 举手 这些人拍下来 谁带过来的小孩 记得爸爸妈妈 认一下 认一下小孩 准备好了 我们就全力以赴 所以呢 怎么起步 非常简单 第一个 加盟 自尊套餐 用一年的时间 给自己机会 第二个 找到跟你一起 合作的两个伙伴 就能够让你的事业 上跌风 上钻石 那 这个是我这两天 看到的一个资讯 他大家都认识吗 台湾的 现在十首富吗 郭台梅 Good台梅 时间太平了 实际点 我们他讲的 他说迎接2022 他这边写了 外前做事容易累 为理想做事 能够耐风寒 为兴趣做事 永不 是吧 倦怠 为什么我们的三传 我们的二传 他们都从台中上来 我从中立上来 我早上已经跑一趟了 为什么我们都不倦怠 就是因为为兴趣 为助人 为帮助更多的人 在凯利的平台里面 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 所以我们都不会累 不会累 那借我们 富一老板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林博士 曾经讲过 他说 没有捷径就是 最好的捷径 全球最强的商机 横空处是 全球凯利平台 等着你一起来 那我今天的简报 到这边告一段落 祝福大家 欣赏事成 每一面前的 谢谢 我最喜欢红老师讲课 因为他讲课跟迷你群一样 一样短 对不对 而且非常的震撼 大家感受到了吗 而且这个PPT是全新的 那我真的看见红老师 真的太用心了 就是用那个 人家台语怎么讲 好那我们可以跟随这样的领导 我相信也是在凯利里面 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红老师 一个热烈的掌声 那除了听到红老师 他所分享的事业商机之外呢 我相信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 凯利生命故事对吗 那我们自己都有我们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荣幸邀请到 我也非常景仰的老师 因为除了我们是在凯利的家人之外 我们也有相同的信仰 那我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看到 他的一句slogan让我觉得很感动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因为他过去成功的经验 带领着在许多的市场 就是在公司的企业顾问 简单的讲就是帮公司的老板 把关公司这样吗 厉害 好那我们今天就借用各位的掌声来 欢迎我们的沃淳华老师 谢谢我们美丽的心爱老师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企业家 各位老板 大家午安 我是乌承华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力量 那么我记得今天开场的时候 我们的Bingo老师 他说了很多人 第一个他一生当中 不会选择 对吗 很多人不断的选择 那选择完之后呢 又不会坚持选择 对吗 好 我非常荣幸 在2020年的时候 那么因为疫情 让我在中国大陆工作了18年的 这个传统企业的这个顾问职 那我有机会回到台湾 那么也因为今年 我们台湾5月15号 疫情大爆发的同时 让我再一次的机会 回到我们对岸的中国大陆 殊不知就在这个回程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荣幸的遇见了 我们今天的凯利公司 就在那个被隔离的过程当中 上帝告诉我们孩子 你要聆听我的声音 你要刺耳听我的声音 我非常的感恩 这一次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短短的时间 所以呢 我在那个听到这个声音的同时呢 我深刻的去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你们相信吗 相信 是的 所以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也确实下了公布 去做选择这个功课 所以我们知道选择的重要性 尤其我本身 选的是企业管理 那么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在讲 有很多的成本 但是殊不知 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是时间 是时间 对 是时间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有18岁以下的吗 有 没有 所以我非常的这个 也跟各位说 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 最大的这个成本 其实是时间 所以我也很害怕 我自己的时间损失掉就算了 但是我担心我的伙伴们 如果我的选择有任何的差池 那是不是有团队都会跟着我耗掉 三年五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选择的议题上 对我来说 是如此的严谨 非常的严谨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呢 我要跟伙伴们说 我都做完功课 我也确实check过 所以呢 在很短的时间呢 我的团队也发展得非常的顺利 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伙伴们 同时呢 也感谢我们凯蒂的每位老师们 都非常的优秀 同时也非常的棒 尤其呢 在我们凯蒂的这个平台里面 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系统 我们就在正常的在运作当中 那所以我想今天就不沾用各位太多的时间 我们今天眼见为时 那么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有没有看见疫情没有消停的味道 是吗 是 所以现在我们的疫情整个还是非常的严峻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刚刚红楼老师已经介绍了很多 所以我们如何把握住凯蒂的这个商机 让我们活得健康 活得年轻 活得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打开财务的免疫力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乌丛巴老师 然后呢在今天的众多的欢迎的嘉宾里面呢 听说有一位神秘嘉宾 因为我只听到名字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位老师呢 听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跟一些话来给我们勉励 那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他 这位徐振国徐老师 我们掌声有请 各位下午好 好 看到一次最有效力 然后CV值最高的会议 就今天下午 各位还满意吗 满意 很满意 以上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富 各位到了时间也非常的准确 是不是 是 但是刚刚我听到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赞成 中考 中考 我是 大家有些人认识我 我是号称 厚马外科医生 的工程师 各位成功的人做事情 要不要考虑 要 一般人做事情 一定要不要考虑 成功的人做事情 一定要不要考虑 成功的人做事情 是靠直觉 他是靠后脑 不是靠走脑 过去的经历 也不是靠右脑的想象力 是还是不是 是 一般人 对 对 帮我打开 一般人 做事都会比较想象的 比较怎么样 周远 想太多 就失去怎么样 伤及 对不对 对 因为想得都很丰满 事实怎么样 很骨感 所以今天各位 我觉得我很满意 如果你很满意的话 你一定要做出 决定 因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决定 就是什么决定 不决定 不决定 掌声鼓励 来分享一下我的准备好不好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好 今天是我经营成功4月20年以来第一次花钱 投入这样的产业要来合作 借助各位的掌声为我鼓勵一下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直来深海里面 其实我不太容易去 也不太需要去花钱 来买健康视频 跟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 所以我准备的一些东西 我想很不错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听过唐三藏 从西方起军回来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本土化 没有 是还不是 我们听到的国经台是 你看 印度的 对不对 我是现代的 把西方的成功学 本土化 花了十几年 各位爷爷 帮我掌声鼓勵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西方文化成功学 跟学习 跟机会 那怎么样能够 让他更平民 更亲和 能够帮助到大家 是不是成功的心态 是不是 所以才有这样的会议 是不是 这样的分享会 如果你掌握到的 那么都是你的 是不是 是 融入就好了嘛 所以我想 有这么半个机会 我也想融入 是不是 所以我做了功课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这些功课对你们有帮助 怎么样 让 成功的产业 成功的身份 成功的方法跟技术 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 又可以透过这样疫情时代 透过刚刚讲互联网 就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让他成为富人 这样好不好 好 今天我在这里公开 请各位 公开邀请你来成为 成功学院 台湾的总裁 没有任何条件 要的请几手 哇 明星给你好不好 好 那我下一堂课就开成功学 能力也给你好不好 好 那赚到钱也给你好不好 好 所以什么叫富能 什么叫富能 就是我的 就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凯莉的东西 只要你加入了 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的系列 就变成你的这样好不好 好 这个叫富能 但是你要来学习 是不是 是 跟刚刚一起去好办 哇 这么好的机会 我准备好了没有 我真的准备好了 好 我来跟各位分享 好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超连结 我们做了一个超连结 只要各位愿意学习 那么凯莉也好 美国成功基地学 也好 所有的资源做给你所用 这样好不好 好 太棒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 我没有分享凯莉也资料 但是今天已经有对案 很多朋友来找我 我们老师今天也在做凯莉嘛 我这边很多资料 你要不要用 有很多的 他们的物能玩很棒 他们有多零件 工具很棒 各位 石膜才是隐形的竞争优势 隐形是看不到的哦 是不是更有竞争 也更大的危机 是不是 举例 就像老板 早上起床 最怕怎么样 尤其现在的时代 就像我们开这样的会议 今天算不算爆满 各位回头看一下 帅 刚刚好 掌声鼓励一下 我也喜欢看到这样的画面 因为我很喜欢做全场的成交 各位全场成交棒棒 好 我可以通过你们成交 成交500单哦 一下子而已 对不起 是 所以目标是1给1人民币 但是一起的关系 就 就放弃 再对案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好 好 所以一大早起来 所以老板嘴巴怎么样 没有名工来上班 对不对 对 那业务呢 嘴巴什么 有没有业绩 不是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要去哪里 你知道吗 这就是隐形的危机 我们可以解决这样方法 可以 我们可以解决哦 我们可以让各位天亮 你怎么样 听到钱怎么样 掉下来 不是 钱那里人家敲门 不是韩式那里敲门 是钱那里跟你敲门 光光 各位这条逻辑都可以转移给你 我的就是你的 因为这叫富人 好 所以 那么多人都觉得很棒 也就学过很多东西 做很多事业 最终的问题只有一个 没有怎么样 对 没有信心 因为没有方法 没有成功经验 总总 好吧 我们总结 失败的原因 或者不成功的原因 只有两个 信念有问题 当然里面的杂质太多了 所以要吃我们的 什么东西 找意见 要稍微 我有四堂课 要怎么样 要先开脑 我提供送你一个 开脑的 手术刀好不好 好 不行 手术刀三道 送你一个针灸 有效又不会痛 我大概很快 就把它拼完 今天不是上课 今天不是上课 好 因为 什么叫隐形的危机 因为不知道要卖什么 刚刚讲老板跟英雄 那英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 老板不知道卖什么 客户不知道买什么 要不要学习 要 各位今天你们是来买 要来卖 来学习 来研解 来研解 好不好 我们来做超研解 我们成为万人的那个 万象所 跟任何人都可以研解 广泛 这是护英雄时代 没有最好的 只有当下是最好的 好 我们再解告一下 各位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洗脑给同大 fitt 可不 Com ou 同意 这个过程不是洗脑 是不是就有點熟悉 好像常听说老ättre事actor 是不是 腦筋不開 你不做決定 努力有沒有用 沒有 所以成功是有方法 沒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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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沒有身份的 所以你腦子不開 因為你跟這裡沒關係 你跟這裡沒關係 你的腦子不開 洗腦 我就下 沒有下 用我們的產品 有沒有時間性 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數量的問題 有沒有 用任何的產品都有時間性 都有數量的問題 成功有沒有期限 沒有 有期限 沒有期限的成功 沒有價值 所以剛剛要加什麼樣 加我們什麼方案 2999 我那一天都聽不清楚 我現在很破壞怎麼辦 升級 升級可以升級啊 什麼時候一定可以升級 那一天都不可以 好 我馬上升級 馬上升級 為什麼 為什麼要升級 各位 世界上只有一個問題 我也沒有差那8萬塊 沒有 我可能不小心就花掉了 但是如果我花對地方 是不是 有錢 不會 不知道怎麼花錢 不會花錢 這種人多不多 有8萬塊人多不多 有8萬塊花掉 會倒閉 會離婚的 多 不會 不會 那沒錢的 不會賺錢 多不多 很多 很多 那這個 答案就不說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洗腦課 我想多說 因為剛剛有 好 這精采 很精采 剛剛我講的就是要學習 各位 學習重不重要 重要 剛剛路可塞對不對 對 路徑怎麼樣 要先問俗 然後再問水俗嘛 對 是不是 人跟人之間 我剛舉那個會議 速度很快 我開始不習慣 後來發現都是精英 都是精英 如果一般人聽到這個會議會不會怕 會不會嚇死 會不會他跟不上 因為他沒有 學習 沒有人手把手叫他 很幸運 我是前平台的老師 後面的後腦 那我們就不講名稱 我是你的前平台老師 後面大陸老師 他成功學是我從那邊輸出的 所以 學習很重要 沒有學習就沒有機會對不對 各位 這麼多東西要學習 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成功是有條件的 人家都前平台 賺死一顆又一顆 八年 十年 剛剛講 一般人都想花小錢 怎麼樣 賺大錢 這對還不對啊 有錢就是花很多錢 然後都要賺怎麼樣 賺小錢 賺小錢 要不要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 這一堂開腦可以不要先開啊 要 那不開了不開腦亂洗腦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 燒腦還貴老師 公開那天都沒有 能不能按照我的方式講啊 這二十年來好多人叫我走菜 你講成功學人家聽不懂 我教你怎麼講成功學 那些人都不見了 都離開市場了 好多人要教我 我很幸運我要在哦 各位 如果 如果這些信息 變成一個 今天 對上就有人找我 老師 你在做凱莉嗎 我們的民電系統好用是不是 是 在座也用我們民電系統幾手 沒有啊 所以 台灣的互聯網跟我們上對案對不對 對 我們一起 三級 你們就完了 各位 我一幫各位準備好 我們有一個泡 每天去丟了 是不是 通過互聯網就可以丟了 我昨天就試看看 因為今天要講這個課 分享 我昨天就試一下 打個幾個 幾個 不就 當然我不講那個299 我講 我講一萬多塊 不算兩萬塊 每個人都要跟我要戶頭 導致當然有這麼好的 因為我的一堂課是人民幣10萬塊以上 收一個學生 如果兩萬塊又可以加入凱莉 又不用送貨 又有獎金又可以學習 中文學習 各位你們要不要 要 如果講得清楚 這個power就很有用對不對 對 好 好虛在落頭哦 所以 你懂的power是因為你 你有能量 你有能量對不對 各位這個系統是為我們學的 為我們學的 要不要掌聲鼓勵一下 這不是成功學哦 這是成功的商業模式 幫幫幫 成功學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後腦都有 只是那個那個等級還要再升級 馬斯克已經發布了哦 人腦機片已經做出來了各位 電動車發表不到10年滿街跑 機器人發表不到10年 到處都有 人腦機片已經發表了 不到10年 不乖的不賺錢的不愛家庭的 都要用盡被麻煩植入 可不可怕 這是真的不是我說的哦 你們去翻店了 馬斯克我發表了 我講了16年 破崙管理模式 馬斯克比我快 一下就發表出來 很廣闊哦 各位 如果這個power是你自己 你自己製作的 你的生命故事 你的賺錢故事 你的成功故事 透過一個手指 就可以同時傳給10個朋友 或100朋友 新朋友 或舊朋友 每天他傳遞都有新的 你的新的成功故事 這樣放不放 這樣放不放 我一個人已經傳16年了 現在如果加上大家 再加上100個人 再加上1000個人 會不會成為一個虛勢 會不會有一片天啊 會不會一片成功 贏在屋頂上照著你 會不會 會 對啊 我把它講完 因為今天不上課 比較誤解 然後我們就先不去結束 因為聽了剛剛的會議 其實我滿興奮的哦 因為我不能做船直銷 但是我就不能不做哦 我被吸引了 但是要保護我自己 所以要跟你們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因為平白的關係 好我把它戴一個劍就好 好 好 各位 要成功 需不需要好夢想 需要 在哪裡 凱莉 一個手指 對 不然在凱莉 尤其是看得到 夢得著 而且是有連靈魂故事 一個劍就傳給朋友 棒棒 棒 棒哦 而且你還在學習而已 要成功 要方法 要 你看 你還在學習 可是你可以怎麼樣 透過 我講一個台灣話的教育 有演戲的 用演的 因為 不聯網關心 很多事情可以用一眼的歌對不對 可以把未來的事情拿到現在 一個手指可以辦到 同意 同意 所以 現在的會議能不能直播 不想不能直播 不想你拍照幹嘛 問 能不能專訪 可以 能不能給他劇本再上來一點 等一下我們排隊 每個人都當主角 可不可以 可以 都當主播不可以 那你沒有看到會嚇一跳 會 每天都發呢 然後實在都把他改成跟我一樣呢 有沒有影響力 有 有影響力 那就是互聯網 這樣我不要合作了 好 所以方法很重要 那就要方法 那 觀念 加上方法的重複 會不會變成潛能 會不會 會 掌聲鼓勵 各位你們已經聽到成功學 你知道嗎 你們已經聽到成功學在商業模式的運用 而且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不好 好 有了錢的還不夠 還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平台 所以凱莉重不重要 這個平台夠不夠你發揮啊 所以 你要釣魚哦 摸給照 到哪裡去的話 還是一樣 釣不到魚 是不是 所以這裡有最好的平台 有最好的旅馳 我們有很好的工具 可以來協助大家怎麼樣 賺錢 對 有很好的工具 好 謝謝大家 怎麼樣 成功 欸 成功 致富 好不好 好 有時間 有自由 有愛 有財富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 哇 我聽到最重要一句話 原來 我會站在這裡 是因為我很愛被洗腦 我們再次謝謝許老師好嗎 好 我們 在這裡就是 就是洗腦之後越洗越乾淨 然後越洗越有錢 然後越洗越成功這樣 那我們呢 最尾 最尾聲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要邀請到今天的壓軸 就是我們 帶領我們 凱莉的團隊在台灣 台汪 很好 已經快要想要下課了 就要變台灣 各位台灣朋友 我們來 歡迎我們的 我 我的演戲魂來了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 很喜歡演戲的老師 未來如果大家 更多認識他 就會 越來越自在 其實我們台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台灣 我們台灣可以 發揮到 我真的 有點嚇到 因為我五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花蓮上班 然後 聽到洪老師講的話說 垂直 供應鏈就很急著想要加入 可是當時我有工作 你知道嗎 所以我五月份的時候就是 晚上 白天認真上班 然後晚上認真加班 視訊 因為 不能出去 對不對 都在疫情上面 我們在疫情上面 像白天超晚上超 然後到我 結束我的工作 因為看到大家 一下 一星二星三星 一直那個速度越來越快 我的節奏感也越來越快 我覺得我 把老闆fire 我應該會跟不上 所以呢 在這麼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我看到 我們的 宣誠鑽石 它能夠 創造十顆啊 各位 十顆耶 我們自己要變成 一顆鑽石 都那麼不容易 它底下延伸出來 十顆鑽石 我們台灣叫做 鑽石生產基地好不好 那我們就掌聲 用我們的 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 宣誠三鑽星 掌聲 大家主意 好 謝謝 帶你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掌聲 崔老師 好 各位採地的夥伴 大家下午好 好 我姓高 我叫宣誠 我來自台中 那其實我以前也是非常頻繁的上班族 我是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呢 因為媽媽的關係 有這個機會加入組織行銷 那我在前平台大概的服務八年的時間 真正在前平台見證到 唯有做組織才能時間倍增 財富倍增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呢 真的在不同的領域 你的視野真的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也回不去了 回不了回去當上班族 那因為我們一直在下市場 所以我們對趨勢有一定的敏感度 我大概在2020年的時候 大概一年半前就蠻多公司來找我談合作 都在講一支商品叫什麼 NMN 那其實我前平台也有NMN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好東西 才會有這麼多公司要生產製造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每一間公司都很好 他們的商品都講得非常的很不錯 所以我聽不出來差異性 我沒有聽到一個非要不可的理由 那直到今年的3月23 又有一間公司來找我談NMN 所以呢 我一個起心動念 我上網去看一下我前平台的優秀鑽石們 如何在這平台比陽台還多的年代 可以再突破佳績啊 結果不看還好 一看不得了 我前平台的鑽石 甚至是約5萬元美金以上的雙鑽石總裁們 全部都離開不約而同轉戰一間公司 叫什麼 美香凱莉 也就是今天我們所有老師跟大家分享的 Kalory這一間平台 那為什麼我會在一個晚上的時間 看到Kalory的一些秘密跟亮點 毅然決然放棄我在簽名台 當月收入高達96萬的獎金 大家想要了解嗎 想 想 那我相信 他一定有非常大的魅力 才會讓我放棄我的百萬月薪 轉戰平台 是不是 在座各位 請問轉戰平台 是不是從零開始 是 因為那時候台灣市場 一個人都沒有 我是沒有上限的狀況下 從零開始 所以要改變需不需要勇氣 非常大的勇氣 那你覺得如果Kalory沒有比我前平台好 我會轉戰平台嗎 不會 那到底Kalory有什麼魅力 我就用幾個點來跟大家分析 第一個 他賣的是一個趨勢 我剛才有提到 現在市場上 全部都在推廣NMN 我前平台呢 他們主打商品叫白梨如蠢 我們都知道15年前 白梨如蠢 風靡全世界造就了好多個大富翁 有沒有 那重點是 當時你有沒有搭上那一班的財富列車 所以我知道未來的15年 絕對是NMN的市場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只是這麼多NMN的公司 你要選擇哪一家 有沒有發現每一間公司都拿誰來打廣告 李嘉誠 李嘉誠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會選擇Kalory 就是因為我看到原來他的母公司 Full Excelsior 就是跟李嘉誠研發代工的 所以我看到產共銷一條龍的時代來臨了 唯有Kalory的母公司 Full Excelsior 跟李嘉誠有關係 當所有公司都拿李嘉誠來打廣告 是不是就是間接在幫Kalory打廣告 是 所以我就感覺 如果這間公司再來找我談NMN 我先讓他講 只要他講到李嘉誠 我就直接接他的話 我是不是太贏了 我的勝算機率比較大 因為你都認同了嘛 是不是 所以這也是我看到他的一個亮點 當別人拿他來打廣告 我就在話題之上 是不是 所以這也是我選擇Kalory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再來我剛才講到 以前有這麼多公司 台灣大概300多間直銷公司 有幾間是產共銷一條龍 幾乎不到五間 所以當我看到Kalory 在美國前五大的保健保養品大廠 自己出來開了一個子公司 產共銷一條龍的年代來臨了 請問自己研發生產製造 是不是可以握有研發技術 你的供貨的品質供貨的量有沒有比較穩定 我們現在市場有沒有看到很多公司 因為斷貨而崩盤 有沒有太多間公司了 所以我看到產共銷一條龍 跟這種公司合作 我覺得比較穩定 才能走得長久 對不對 再加來 再下來是什麼 時間點的問題 我當時看到全球開打 18個國家居然沒有台灣 他居然是先著重在大陸 我看得到這個老闆的決心 所以他真的是要拿全球市場 那因為沒有台灣你要不要做 很多人被騙怕了 沒有台灣他反而不敢做 因為他怕做一做 後來又沒有落地 努力白費 所以我因為看到沒有台灣 我知道這代表市場是空白的 你就要開始為人為土地了 對不對 你總不能等到遍地開花 你才要來 所以我願意做這個開拓的先鋒者 所以我就每半小時打電話到美國 我終於感受到我前平台老師們所說的 機會向小偷來敲敲去敲敲 如果你沒有掌握機會 那你將會損失慘重 所以我每半個小時就趕到美國去 因為我怕我一睡著 這個機會就變成別人的了 所以到隔天中午終於有人回我電話 才開始我跟Carrie這間公司的結緣 那果然我覺得我們因為聽太多家了 所以我們有一點的評估判斷能力 是不是 所以當我看到Carrie的一些亮點後 我覺得人家說用結果來說話 在座各位 你看到今天會場的人數 你就知道結果是不是正確的 是果然是正確的 英文 我知道隔天開始就要下市場 所以呢 我是要把這個平台分享給很多業界的老 英跟前輩們 如果這個平台沒有比較好 人家會選擇嗎 人家不會選擇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我看到NMN是一個趨勢 第二個 我看到李嘉誠這個亮點 第三 產供銷一條龍的時代來臨了 第四個 進場的時間點 是不是 再來 我又看到一個什麼亮點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齁 我忽然自己也判騙了 好 所以呢 綜合以上的重點 這都是我選擇Carrie的一個大的 主要的關鍵 再加上她的制度 我常說齁 你看60年前有安利走的是什麼 太陽制 到後來呢 有日商的插趴制爬街制 對不對 但是呢 插趴制爬街制 要不要高的責任額 需要 後來呢 又有美樂家的舉證制 到後來有2000年 Ustana的雙軌制 有沒有發現 組織行銷也是有眼鏡時的 對不對 越來越人性化 所以我們常講嘛 現在是幾年 2021年了 又過一個20年了 人家說啊 十年一局啊 一個趨勢的來臨 就會造就一波的大富翁 現在已經2021年 2022年 單軌的時代來臨了 現在單軌都可以上鑽石 再也不用考核業績 再也不用考核碰局 有沒有更能心化 是真正為了八成的消費者而設計 以前的制度都是為了什麼 兩成的經營者 現在八成的消費者都有機會 因應凱莉的平台可以消費而分齁 所以當我看到單軌可以上鑽石 零碰可以領千萬 真的是業界首創 那一個新的趨勢來臨了 你有沒有站在趨勢的前端 人家常講 站在趨勢的封口上 豬都能飛上天 是不是 現在你唯有坐在 凱莉這個巨人的肩膀上 你才有機會跳望全世界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綜合以上五個亮點 我覺得我看到我對凱莉 非要不可的理由 所以我選擇斷尾求生 我也知道 當我打通那一通電話的同時 我知道我是沒有上線的 因為他們都在美國跟加拿大 所以今天我定位自己為什麼 我如果今天定位為自己是消費者 我會選擇等待 因為我定位自己是經營者 所以我選擇奔跑 我在那一個晚上把Kalory的所有重點資料 融會貫通內化為自己 因為我知道我隔天要下市場幹嘛 列陰啊 你自己都沒有準備好 老陰怎麼會去跟小雞 對不對 雖然以我的年紀跟資歷 我在業界算是小雞 但是我拿出我的專業跟態度 再加上這些經營者 這些業界的前輩 大家一看到Kalory的亮點 真的不一樣 人家說創新才能打動人心 如果今天一樣要趕雙軌 要對對碰才可以領錢 你只不過是換了商品換了平台 卻是做了一樣的商業模式 對不對 那我何必換湯不換料 人家常說不會游泳 到換一個游泳池 你還是溺死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Kalory不一樣 所以才能吸引這麼多業界優秀的領導 過來轉戰平台 那我也覺得因應Kalory的這個平台 讓我可以認識到非常多優秀的領導們 那也因為這個創新化 單軌商賺 零碰千萬的制度 可以幫助到更多八成的消費者 我們常說 大家其實都在平台找機會 每個人都成為什麼 只消難民對不對 一間換一間 如同我們剛才賓格雙傳講的 因為你不會選擇 所以你才會不斷選擇 那你的人格信用可以被你賣幾次 是不是 所以我看到Kalory的方方面面的亮點 我就直接全心投入 跟我的前平台就三妞娜娜娜 那果然我用兩個月的時間成為Kalory的鑽石 那因為各位夥伴的努力之下 再過兩個月我成為雙鑽石總裁 並且以六個月的時間成為Kalory的三鑽石 達到月入百萬 再給我們公司一個掌聲好不好 那並且呢 因為這一間公司它是把你所有的努力累積而成 所以呢在舉證這部分 根本就是一個負力滾存的概念 我在第七個月的時間就達到雙周百萬 已經連續三個月不間斷 只會一層一層的往上加進去 再給我們Kalory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想講在Kalory你要成為三鑽 其實組織行銷只有兩千人 我在前平台用六年的時間打造六萬人團隊 才讓我有百萬收入 但是我在Kalory只用兩千人的團隊 六個月的時間就讓我有百萬收入 要不要再給這間公司一個掌聲 所以這真的是同工不同酬 大家說對不對 人家不是說付不付看制度 所以你要用六年的時間去拼搏 還是要壓縮六個月 取決在於你的行動 我常說啊 我知道我的領導在美國在加拿大 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希望放在別人的身上 我會選擇等待 因為我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選擇並奔跑 在短短的半年內拿下台灣三四千人的市場 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我們今年一定還會再引爆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跟跟瑞分享Kalory的亮點 所以我常講 六十年前有案例 我們叫做什麼 生不逢死 六十年後在你有勝之年你遇到凱莉 你一定要掌握機會把握機會 因為你錯過這一次機會 你即將要再等二十年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哇 今天終於感覺到老師說的 那個六年的時間 在前平台現在用了半年 省了5.5年的時間了 真是太厲害了 我們再一次謝謝那個 我們的高鑽石呢 當天晚上呢 每半小時就起床一次 照就坐在現在的我們 可以享受他的榮耀 然後我們也相信 在跟隨我們的高鑽石 還有凱莉公司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裡 都能夠成為鑽石 那今天的時間呢 如果假設您是跟我們今天有 剛才那一位老師對不對 他說呢 他上一次沒有聽得很清楚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那你就再升級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你跟 你之前也沒有聽得太清楚的話 剛好這個時候呢 有一些活動 我們就可以把握這個機會來升級 那假設你是新朋友呢 千萬不要今天想一想呢 然後回家就stay goodbye 因為呢 你一次沒有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將對你的人生造成很大的遺憾 所以如果說你有任何的想法 那歡迎你留下來 也謝謝期待下一次 我們在每一次的招商會 或者是我們線上的活動當中 看到大家 祝福大家在2022年 都可以早日實現鑽石的夢想 謝謝 謝謝 謝謝